中國龍是中華民族遠古神話中,一種神奇的動物,為民族始祖皇帝氏祖崇拜的圖騰,後世的中國人因此被稱為龍的傳人 過去,古生物學家一直認為,長角的中國龍是華人祖先虛構的形象,只存於神話傳說之中 但據報導,貴州省安順市新維古生物化石博物館展出的新中國龍化石,日前經專家金星玻璃,龍手上進驚奇地出現 對稱的一對龍腳與中國神話中的龍非常酷似,引起古生物學家的關注,和眾多遊客慕名前來觀看 據考古學家介紹,這條龍屬於新中國龍,於1996年初土魚,安順市觀領縣新布箱 該化石保存得非常完整,總長7.6米,其中頭部長76厘米,頸長54厘米,身長2.7米,尾長3.7米,身寬約68厘米 頭部成三角形,嘴長43厘米,頭部最寬處大約32厘米,龍腳從頭部的最寬處左右兩邊長出,雙腳對稱,長約27厘米,略顯弧形 這對龍腳在龍頭上翹出,顯得格外醒目 酷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龍的形象 古生物學家說,新中國龍,生活在兩億多年前的 三疊即海洋中的水生爬行動物 水陸兩棲均可生活,儘管他們能自由遞在陸地上爬行,並在陸地上產卵繁殖 但大部分時間仍生活在水中,這種龍用強壯的僵壯四肢和粗壯的腸尾在水中游動 靠捕食魚類和小型水生爬行動物為主 出土於貴州觀領新部的龍、化石 龍手上有對稱的一對龍腳為首次發現 為古代傳說中,長腳的神龍提供了食物佐證 將為中華民族關於龍的形象起源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有重大的科學和歷史價值 也請別忘記幫我們按個讚哦! 我也是! 你覺得我們想要取出的地方 也請把春劇 Champions 同樣遊畫 龍時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